中央电视台 观众们现在已经看到的是 第12季全文会的 以毛球男子单打 冠军的争夺战 这场比赛是由解放军队的选手林丹 对阵北京队的选手杜鹏宇 场上穿着红色上衣的是林丹 穿着黄色上衣的是杜鹏宇 两名选手都是我们国家 现在男子单打的主力 是前三的主力 如果打汤杯的话 他们两个人都会是主力队员 这场比赛我们还是邀请 前国家队的男男主力队员 郭伟杰和大家一起来观看这场比赛 观众朋友大家好 对于林丹来说 这场比赛又是在书写新的记录 因为他从2001年的九运会开始 连续四届全运会 都打进了男丹的决赛 前三届第一次在九运会上 是输给了湖南的名将罗一刚 当时他还是一个刚出道的年轻选手 罗一刚在比赛当中凭借他的经验 发挥的比林丹要更出色一些 但是林丹在随后的两届 十运会和十一运会 两次也都碰到湖南的选手 是鲍春兰 两次都战胜了鲍春兰 这样他获得了两次男子战胆的冠军 这是他第四次打进全运会的冠军争夺战 杜鹏宇是第一次打进全运会的前三名 也是第一次进入决赛的争夺 其实斗鲍宇这个选手 他是特别优秀的 他不论在团体赛和单下赛上面 你只要让他去打 他不会出什么意外 他的发挥都保持得特别稳定 他不论在团体赛上面 上方这球形成一个多拍 林丹看到机会之后 场上速度还是能够马上加得非常快 瞬间的改变 从这几个球看出来 其实林丹他现在根本就不需要发动他的进攻 其实杜鹏宇现在一直在想办法 在就是突破他 林丹就跟着他速度走 在杜鹏宇觉得他突破不了的时候 林丹就加速 这一下就把杜鹏宇的一个 可以说一个打法也好 内心也好 直接就打乱了 杜鹏宇是1988年出生的选手 其实从他打全国的青年比赛的时候 我们就转播过 当时他那一批的最后能够坚持到现在 能够走到今天的也几乎没有了 一个运动员从年轻队员 要能够成长走到今天是相当不容易的 尤其是对于那些 不是很具备 不是从小就具备非常好的天赋 让人很看好 比如说像鲍春来和林丹这样的选手 从小就是被大家一致看好 所以他们的机会也很多 所以大多数运动员来说都非常难 其实更多的时候依靠的是坚持 对 我觉得这点杜鹏宇是做得最好的 因为确实杜鹏宇的先天条件 确实不是说有那么的好 可是他的后天的努力和勤奋 改变了他的一些现状 杜鹏宇突击一排 杜鹏宇主要是以拉调为主 他在突击上面 就是刚才讲的这种先天的条件 他的突击威胁在男单选手里面 不是很有效 他主要是通过他的点杀 他的动作效 然后连续性的发动他的批杀或者点杀 然后得到一些好的机会 其实所以说每次看到杜鹏宇打球 大家都知道有可能说 每一场都是三局 都是有可能的 其实在这次比赛 我觉得作为全运会的比赛 当然在一开始参与报道的时候 也听到了很多的意见 比如说这个不是很方便 有的时候因为分报比较严 但是我觉得作为辽宁省 这次全运会真的把 我自己的感受是 辽宁省把这次全运会 举办的最后是圆满的成功 能够基本上顺利结束 是非常不容易的 投入了非常多的人力和物力 保障了运动员有这样一个平台 来展示自己的训练成果 因为对于中国的运动员来说 绝大多数的运动员 能够在 现在是 杜鹏也提出来 观众席上有人在使用闪光灯 所以 所以 需要把这个灯给关上 因为全运会对于我们的国家 大多数运动员来说 这是一个机会 他们经过多年的训练之后 能够获得回报的一个机会 而且也有可能是些在省市里面 就是 呃 的运动员呢 有可能被国家队叫挑中 然后进入国家队 所以在这为了保证这个比赛的顺利进行 呃 我也看到很多这个工作人员 还有志愿者 他们也都非常辛苦 运动员辛苦 其实别的人也一样辛苦 呃 像在这边 呃 有的警察同志 我们在聊天的时候也说 其实我们也累了 我们这个也没地吃饭 也没地休息 在这一待待一天 每次我进球馆的时候 都是同一个工作人员 一个警察同事 他始终都保持站立的姿势 嗯 对 有一个在我们财配中心的一个老警察也是 有一天我看他穿了一双布鞋 因为经过这十几天已经认识了 呃 一般平时都是穿着皮鞋 穿着制服 皮鞋 今天穿了一双布鞋 我说为什么穿上布鞋了 今天 他说这个因为脚已经肿了 不能穿皮鞋了 对 其实我觉得对于全运会的这样一个赛事来讲 如果我们把它放在和奥运会一样的 奥运会市井赛一样的视角去看他的话 可能对于大多数人来说 觉得全运会的这个新闻点啊 去微信啊 或者你关注的程度 肯定不如奥运会 对 但是 我觉得如果换一个视角的话 其实全运会还是有着 它存在着非常大的价值 其实我觉得现在的全运会 它已经甚至超过了羽毛球的世界锦标赛了 因为它是四连一次 它就是一个小型的中国的奥运会 就是在你从这个羽毛球的这个单向来看 就林丹现在整场球就是 它很简单 它就我跟着杜鸿宇的速度来打 然后找到实弹的机会 我发动一排突击 因为最重要的是杜鸿宇的进攻 它不凶狠 所以说对于林丹来说 它大概消耗的就是一点体能 而作为林丹的对手 就时刻要担心它的突击 虽然现在林丹的突击的比例 已经不是很多了 但是它毕竟它有这个武器 你随时你要有一部分精力 去注意它 所以说杜鸿宇在出球的时候 它每一个球的落点 就要求会比较高一些 这球也通过放网 抓对方挑球不到位 半场球突击了一排 林丹在世锦赛上 五次夺得冠军 书写了传奇 奥运会未免成功 现在在这个全运会的比赛当中 正在争取三连冠 其实现在的林丹 只要是拿到一次比赛的冠军 都是在书写一个他自己的传奇 其实作为林丹来说 他这职业生涯 今天我要跟同事聊到 说这个林丹的 他包括他写的书啊 什么之类的 说他的这个人生坎坷吗 他的职业生涯坎坷吗 有很多的趣者 这就是杜鹏宇的顽强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场上 杜鹏宇在比赛里边 就是再被动 他也要全力以赴 其实他是来自河北保定 其实他跟 我觉得他和好多运动员 包括龚文杰你 还有林丹 就是我们好多的羽毛球运动员 都是从小离开自己的家乡 离开父母 离开家庭 对我离开家的时候是 不到12岁 其实很多 如果说你不是在本地训练的运动员 差不多也都是在这个年龄段就离开了 杜鹏宇呢 相对来说近点 他是保定人 在北京队训练 但是也是从小 就是要从12岁就开始 具备这个独立生活的能力 在集体 集体生活当中 我觉得有这种经历 确实很能磨练人的意志 对 可是毕竟离家 像我们离家确实挺远的 一连见父母也就一两次 我看过原来对林丹的采访也是 林丹的这个08年拿冠军的时候 就有一些写他小时候 他们家虽然是在龙岩 他到福州训练 在小的时候最开始 但是那个时候龙岩是属于革命老区 所以交通非常不方便 他从龙岩到福州 他们他慢慢要来一趟 也是非常不容易 尽管是在一个省里头 前些年我们转播一次 羽毛球比赛 曾经去过一次龙岩 那个是已经福建省 把这个高速公路 已经修到山区里面了 现在应该挺方便 现在就算好一点了 但是高速公路 你仍然要开6到7个小时 从福州开过去 因为它全是山路 而且那个 就是在那种地质情况下 它道路的质量也不是特别好 在以前没有这个高速公路的时候 肯定就更难了 杜鹏宇在顽强地追赶 8比9 接下来这一分 对双方来说很重要 尤其是对杜鹏宇的信心 但是我们看杜鹏宇的消耗 还是非常大 他的这个运动服已经湿了 已经都湿 基本湿透了 而且杜鹏宇本来就是那种 就是流汗比较多的运动员 在汗出的多的运动员上面 他的体能就是下降的就会比较快 这球出了底线 好球 9比9 杜鹏宇也是带给林丹比较大的冲击 就碰到就任何一个选手 高水平的选手 碰到杜鹏宇这样子的选手 也千万不要轻视他 他你不到最后一分啊 他都用现在这种状态来跟你拼搏 林丹的连续失误 这球底线判断有点犹豫 对杜鹏宇来说 今天也是一个机会 他会认真地对待场上的每一分 其实这也是因为杜鹏宇的打法 造成他处理球的一种状态 因为他得分比较困难 反正他跟谁打都这样 他跟林丹里尊伟也打也这样 换一个弱一点的对手 他也是打成这种状态 11比10 第一局的限息 好 双方队员怀到了场上 继续第一局的比赛 林丹11比10领先杜鹏宇一分 换场球 林丹啊现在还是要进攻 不能一直这样始终的 就是跟着杜鹏宇的输入来跑 还是要多创造一些主动抢攻的机会 其实就是杜鹏宇很害怕 林丹自己在羽毛球杂志当中曾经写过的 就是他的一些体会 就是可能也是别人问他 这他打球的体会 他说这种杀球和进攻啊 对于我们来说 对于他这样的运动员来说 杀球其实不是一个 就是说我主要的 就是完全靠杀球去得分 它是一种给对方威慑的一个武器 如果你全是靠杀球 他觉得这个不是他所认为的 这种高水平的南丹运动员 杀球就是给对方的一种威慑 对因为 我们不一定要用出来 因为你要去 一开始还是要攻击 让他知道 我还是会这样的去打击你 不然的话 你如果说一直不发动你的进攻 对方会越来越有自信 林丹呢 他就像这个 我觉得跟网球 陶飞 这个费德勒他们是一样 就是他通过 因为他是一个成名的运动员 就是你讲 你描述的呢 就是我如果跟一个陌生的选手 一上来 你要告诉他 我这种杀球是有这个威胁的 对 但是像林丹他已经不用了 因为所有人都知道 他有这个威胁 所以他和费德勒是一样 就是他们这种 给对方的心理上的威慑力 一直都是很大 就是这是名将 名将在场上给对方的一种威慑 就已经 全世界的选手都知道 我有这一拍 对方就会把你想象的很强大 在对方的这个眼里 你就显得非常强大 所以为什么有好多时候 运动员会下来 和高手比赛的体会 就觉得高手一站上去 把对面的场地就很满 你觉得没有空档可达 我觉得这实际上就是他的 就是对方因为是个 高水平运动员 他多年比赛当中 给对手留下的一个印象 林丹现在确实是非常全面 他在08年之后 他的心理 技术 战术 还有临场的这种节奏 还有技战术上 确实他看不出 有太多的弱点 确实很全面 除了他的进攻之外 我觉得他在发接发这方面 现在也经常的会有 组织一些发接发的球 所以使得他得风险的手段特别多 都有 他跟中国人有μάnie 巴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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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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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謝謝 抓了林丹一个习惯球路 这档非常高 一个冬晚球 加油 林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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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林丹现在还是要 就像刚才这个球的变数一样 还是要多一些 不然的话 还是相对要突破渡风雨 还是比较吃力一点 林丹 加油 林丹 加油 林丹 加油 这北京队的教练田俊宁 杜鹏宇在场上这个球的速度一直都是很快 其实杜鹏宇的往前的戳球 其实原来不是他的强项 然后他也是通过自己在队里 平时长时间的用几万或者几十万 或者超过了几十万的球 重复的练习 才到了今天这个稳定性 稳定性这种东西就是靠练出来 没有投机取巧的东西 林丹 加油 林丹 加油 林丹 加油 今天这场比赛对杜鹏宇来说 又是一次挑战自己 突破自己的一个机会 一个考验 这球借外了 批杀 今天在世锦赛的比赛当中 杜鹏宇获得了第三名 半决赛对阵李宗伟 也打成了2比1 而且一度让李宗伟 处于非常被动的局面 从一定程度上来说 杜鹏宇在半决赛当中 阻击李宗伟打得那么激烈 也为林丹后来在决赛里边 击败李宗伟 多少还是创造了一些有力条件 主要是在体能上 对 我觉得 我觉得还是杜鹏宇功不可没 消耗了三局 而且还是很有机会去赢得这三球 林丹现在19比16领先 想假动作推底线 结果球下网 这个球有点勉强 因为球已经落得太低了 你再转变的话 确实难度比较大 所以这个球的意图是很好的 林丹的局点 这个球也是一个意外球 这个球大家可以看到 现在的单打运动员 也形成了双打的感觉 就是他一挑起来 他马上把球拍就放在双打准备位 就怕对方打中路 所以这就回过去就很快 对方打中路 林达回球出界 不是说不到像杜文宇这个比较连的选手 而且他的回球的精准度还是特别高的 最后这个球能耗得林丹着急了 最后头顶的点杀一派出界 双方在往前争夺的时候 苏鹏宇回球出界 21比18林丹胜了新一局 北京第一届全员会 参赛运动员平均年龄只有21岁 新中国的体育梦想从此扬帆起航 第二届全员会 24人10次打破世界纪录 331人469次打破130项全国纪录 第三届全员会 第一次将参赛选手分为成年组和少年组 你也为凭李连杰第一次获得全运冠军 第四届全员会 我据传递第一次在全运会中出现 第五届全员会 朱建华成为城市名片 第六届全员会 将商业机制引入体育 使体育带动城市发展 第七届全员会 马家军震惊世界 第八届全员会 促进全国体育人才交流 改变全国竞技体育合约 第九届全员会 刘翔斩路头角 第十届全员会 掀起全民健身热潮 第十一届全员会 腾率成就全员网球大宝贯 游子哥创造新的世界纪录 廖辉打破尘封十年的世界纪录 2013年全员来到辽宁 1982年 我出生在辽宁沈阳与体育结缘 是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 开幕式上我演奏了灿烂的星空 2013年 全员会来到我的家乡辽宁 我会用我的音乐陪伴体育建儿们 共同拼搏 祝福全员 祝福辽宁 我在家乡 欢迎您 好 各位观众我们继续来欣赏 第十二届全员会 羽毛球男子单打的冠军争夺战 这场比赛是国家队的两位主力选手 林丹对阵杜鹏宇 林丹代表解放军 杜鹏宇代表北京 这是双方第二局的比赛 第一局是林丹21比18取胜 但是杜鹏宇显然对今天这场比赛 也不会轻易放弃 第一局即使在落后的情况下 他也拼得很凶 因为杜鹏宇还是希望能够发挥自己的特长 虽然整体实力还有经验林丹都占上风 但是杜鹏宇还是希望在最后体能在 把战局战线拉长的情况下能找到机会 杜鹏宇也很想尽可能的取得这块金牌 这样对他以后的比赛来说 是一个很成功的心理的暗示 第二局上来之后双方马上就是一个多拍 因为在国家队一起训练 所以大家球路也比较熟 全英会的男子咱俩这个项目还是一直都有 在这个1965年第二届全英会就有了羽毛球项目 当时的男子单打是汤仙虎战胜了广东的方凯翔 这样汤仙虎夺得了第二届全英会的男子单打冠军 第三届没有男子单打 第四届全英会 南单的1979年 南单是江苏的盐玉江战胜了辽宁的韩剑 1983年五运会是韩剑获得了冠军 战胜了江苏的另外一名选手杨长礼 87年是杨阳获得冠军 93年是赵建华获得冠军 97年八运会的时候浙江的陈刚夺得了冠军 九运会林丹进入了决赛 但是他输给了湖南的罗一刚 罗一刚夺得那一届全英会的冠军 随后两届十运会和十一运会 都是林丹夺得冠军 冠军 现在杜获还是想通过示范球的拉开 然后尽可能把林丹的位置拉开之后了 然后进行下拍的突击 所以他在处理球上面 对于每一拍的落点就会要求比较高 这也比较容易造成失误 我觉得肯定来了 太难了 太难了 但是被动情况下的过度也是比较出色的 最后造成对方的触践 其实有时候看这场球 包括就是特别是看杜鹏宇啊 其实有时候觉得就是这么优秀的一个运动员 可是老天没有给他一个武器 其实我觉得刚才你说到这个的时候 我也之前就在想这个 就是作为杜鹏宇 他是一个很优秀的运动员 我觉得这种 对于他这样的运动员 才是表现一个对比赛的态度 因为林丹在世锦赛的时候 总说我们回到这个赛场上 我要表现出一种对比赛的态度 对羽毛球的态度 其实我觉得在杜鹏宇赛事上 才是真正一直在体现一种对比赛的态度 就是你说的我 他并老天爷并没有给他一个能够致命 致对手于死地的一种武器 但是他对比赛的态度 每一场比赛 他对比赛的那种态度 才是真正的态度 对他确实很 就是真的是全心全意 就不管你给我什么样的回报 我会全心全意 他真就是这样一个 而别的人的可能那种态度 他是看到我 起码有这个回报的存在 或者我概率有多少 才会去全心全 我才决定我投入多少 但是杜鹏宇是 不管你最后给我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但是我的投入 一定是决尽自己的全部的力量 所以我觉得老天给了他 是一颗更强大的一个内心 因为在态度和结果当中呢 其实我觉得大多数人 你不可能不看结果 多数人还是俗话说 要看人下菜碟这个 就是这个程度的只是深浅不同 你多少还是要考虑我这个投入和风险 我大概能够得到什么样的回报 我大概投入多少 作为杜鹏宇 所谓的这种优秀来讲 或者说他的态度来讲 我觉得就是他这方面考虑的 比一般人要少得多 他考虑的相对 就是更少一些 他现在都现在 我有时去队里 或者我原来在队里的时候 他还是经常写训练日记 然后就非常非常敬业 像在这个设景赛输给李宗伟之后 下来接受采访的时候 记者也问到 就是说你现在其实就是缺一个突击 就是能够出现机会 去对方有死地的一个武器 他回答的非常的实在 他说其实这也是一直我非常困扰我的地方 那我就是想办法尽量去提高 可是特别特别难 真的 其实他也知道很难 他也想提高 可是这个东西不是说 我想就能做到 可是这个吧 就是你刚才说的这段话 让我想起了一个著名的电影 萧生特的救赎 你看过 这我还真没看 我借你回去看 他就是把一个特别特别难的事情 他给做成了 那是非常有名的一个电影 有时间你对他 其实都可以看一看 所以我觉得说如果说杜鲁宇 他有了像 比如说林丹这样的一拍突击 或者说布鲁林丹这拍突击 他有可能他的一个精神层面 他不会像今天这样顽强 现在的人讲究一个智商一个情商 就是智商高 就是如果像比如说鲁春来啊 林丹啊 陶飞克他们这种 盖德这种先行条件非常好 这可以算可以类比为智商非常高 也不是说他们情商不高 但是像杜鲁宇这样运动员 他就是依靠的一种情商 虽然说杜鲁宇打球的说 观众有可能觉得他的观赏性 好像是很一般 可是有时候我觉得看体育 我觉得看哪个角度吧 就是欣赏的角度 其实有可能很多观众他不了解 可是我觉得看体育的话 我们这个摄影师啊 也是在观众席上捕捉到了谢庆锋 这球还是头顶的突击切外了 这球是没有办法 对于他也想杀进去 因为他想如果我往里面杀一点 林丹有可能逾越过来就可以接到 所以他没有办法他不去要求高 解放军队那边的负责单打的教练 应该是肖辉 张志杰 张志杰也是我老乡 也是湖北 湖北 也是沙士的 沙士人真的挺多 出来了不少羽毛球 这就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影响 所以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天才他老扎堆出现 因为好多我们国家的过去羽毛球历史上 赵建华和杨阳一块 然后包春莱跟林丹一块 就是他有一个相互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相互带动 这种效应是存在的 所以就是一个省一个市 他的羽毛球或者他某一线体育的发展 也是说你这件好肯定很多家长把它输送过来 终于出现半场球机会了 沙士人真的挺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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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士人 越打到后面 越南突破 他突破语的体能也消耗的比较大 多方也提出来换一个球 让自己更多一些时间来缓一下 林丹现在第二局10比3领先7分 因为看其实林丹在第二局里面的整个战术和状态 跟第一局其实没有太大的变化 可是他就一直这样保持 都不语 其实很多节奏是要跟着他去走 所以消耗就很大 11比3第二局林丹领先8分 11比3 对于林丹来说这场比赛如果拿下的话 他将是全会男子单打冠军的三连冠 而且从现在第二局的这个比分的优势来说 没有太大的悬念 因为本身杜鹏宇在前面他那种打法 今天采用的这种拼的打法 也可以看出来他的体能消耗是非常大 不是说他没发挥出来 或者说在前面紧张 而是在前面已经竭尽全力的情况下 我觉得他引发挥的特别特别好 把该用的都用出来 前面一直在强调杜鹏宇的刻苦 其实林丹也是一个非常刻苦的一个运动员 其实可能很多现在很多人不知道 在好多专业教练和队员的眼里 林丹不是一个天分特别突出的人 在很多人就是觉得 其实他跟鲍春来相比 人觉得鲍春来的天分比他好 因为他们俩一批的 这个不止一个人会这么有点 如果说小包的话 其实小包的小的技术上面来说 确实比林丹好 可是在大的宽架里面 从身体的机能来说 林丹就比小包了更好一些 因为你练到后面 比如说林丹可以练一百分力 小包只能做到八十分 这样每天这样的练习上去 林丹就会超过他 他这也是一个身体的条件 因为鲍春来的后来 他这个也是 你看首先反映在伤病上 比林丹要退得早 再一个 当然鲍春来这一次也参加了全运会 但是在单打上就已经不是在这个级别了 我就是说这个 其实而且林丹以前打球 就是你讲的 他就在这种最开始的技术上 他其实没有这么好 他以前就是 但是他能够练出来 他以前就打速度和能力 对打能力 慢慢的随着练习 他就可以弥补 对 所以他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刻苦的运动 对对对 其实我们俩住在一起都住了七八年 但是他也经历过一段 就是林一轮的很长的一段 日记鼓吧 对 很低的低鼓 其实这种低鼓如果你突破过去 就像驾一神功一样 就变得更厉害 其实林丹的这十几年职业生涯 陶飞克算运气 确实不是算运气 陶飞克算没有被他彻底打败了 但是他最后他也是战胜了陶飞克 对 可是陶飞克该拿的冠军都拿过了 对 被林丹出来给打败了 然后林丹战胜了 鲍春莱 对 我们刚才也说了 包括这个奥运会在内 这个全运会在内 还有世界锦标赛在内 他多次在决赛里面战胜鲍春莱 然后战胜李宗伟 这在接下来 看他这种状态 他还能够再 没准还能再战胜一个 自己的强大对手 刚才这次摔倒 我们看林丹好像 是有一点点摩擦伤 擦伤 其实我觉得现在医生上去 还是挺开心的 可以近距离的去接触 这个问题不大 简单处理一下就可以了 对杜鹏宇来说 也是一个体能上的一个调节 现在的比分已经14比4了 齐鲁换成就年轻的运动员 这一个擦伤 他有可能就直接就不具理会了 林丹也想我来调整一下 后面这个比分很接近于胜利 他掌控比赛的这种能力 是经过这么多次打赛 他经过这么多次比赛 他现在在这方面确实很成熟 游能有余 而且他的很多这种战术吧 实在不经意一点 像别的运动员 我觉得有的时候是 一看你这个意图 你就是想 你是要干什么 人家看出来了 你就是要破坏对方节奏 但是林丹在很多时候 他是 你第一秒是没反应过来的 要第二秒你才反应过来 而且他还是经常在变化 多朋友这个球要出界了 连续153分 请一下林丹刚刚 就是贴完这个窗口跌之后 他上来他的速度也加快 然后杜弘宇了 他也歇歇了 他也想把速度提上来 可是他在速度提上来的时候 他整个精力也下降了 在控球就不稳了 已经17比4 那这次比赛呢 本来林丹可能最主要的对手是陈龙 但是陈龙在福建选手陈龙 在之前的比赛当中是暴冷 被淘汰了 输给了陈岳坤 最后陈岳坤获得了 这次比赛的第三名 林丹这次比赛不仅单向 现在再次获得 马上就要再次获得冠军 另外呢 对于他来说 也是在团体比赛当中和队友一起 或者使解放军男队 获得了团体的第三 而且这一届全会解放军 是三块金牌 在三分钟 有一个擦网球 但是林丹的第二反应非常快 这林丹现在这种挣扎的就求能力特别强 这是他从小就具备的 这是他从年轻运动员的时候 这也就是林丹的特长 到成为老队员仍然是特长 因为就是他在年轻的时候 因为他的技术他不具备嘛 所以那时候就只能靠这个玩强 对 靠能力 这个一直是他的特长 这次比赛呢 全运会 一共是七个单向 比奥运会相比 就是多了团体 在男子团体当中 是福建队 江苏队 和解放军队 获得了前三名 女子团体是解放军队 江苏队和广东队 获得了前三 女单的比赛 是解放军队的李雪瑞 获得冠军 解放军队的刘欣 获得了第二 四川队的韩丽 获得了铜牌 然后在混合双大比赛当中 是辽宁的卢凯和于阳 获得冠军 北京的张南和于小韩 获得银牌 解放军的熊帅和冯尘 获得了第三 女子双大比赛 是湖北的王小李 和赵云磊获得冠军 江苏的成叔和汤金华 获得亚军 山东的马静和洛宇 获得第三 男子双大比赛 是福建队的两名选手 包揽了冠亚军 洪伟和郭震冬获得冠军 霍海峰和张志军 广东队的选手 获得了第三名 男子单打 这样林丹已经获得了金牌点 北京队的杜鹏宇 将会获得第二名 湖北的陈岳坤获得第三 所以解放军队是三个冠军 一个亚军 两个同牌 这场比赛已经结束了 在经过了两局的苦战之后 林丹是全运会上三连冠 男子单打的三连冠 再次创造了一个记录 这次战胜了自己的队友杜鹏宇 为解放军代表团 再次获得一个冠军 这样他也使得本次 全运会的羽毛球比赛 全部结束了 今天这场比赛呢 我们就为大家转播到这 感谢郭伟杰 为大家做的精彩的点评 也感谢您的收看 再见 再见